我現在錄音時間是5月21號的晚上10點43分 那在這個時間點呢 台灣的立法院在今天正在進行立法院的職權刑事法的額讀 逐條的額讀 然後我現在我面前的是苗博亞苗議員 哈囉大家好 現在這個時間點阿苗剛剛幫我看了一下手機 他們已經審到了立法院職權刑事法的第49條了 對目前表決根據場內傳來的消息是 表決表到第49條 好OK 那總之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現在錄音的這個時間點還沒有完全表決完 雖然我們大概可以預測結果已經是很明確的了 因為數人頭的方式藍白就一定會過嘛 好那在開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講 因為阿苗的一方面非常晚了 二方面是阿苗今天已經趕場很多場了 所以呢我們這時間有限的情況之下 我不會請阿苗把整個包含到一個法案 他的誕生到完成的這個過程 都講解一遍也不會去講解整個程序 因為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去看阿苗的直播 其實都可以去理解喔 那所以今天請阿苗來 我覺得主要想要針對 關於目前為止喔 就是已知的幾個雙方辯論比較爭議的點 進行釐清 然後我還花一點時間我希望可以去討論的是 好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真正的藍白的力量多數力量加起來之後 會成為這個樣子 那未來台灣在賴清德之爭這四年 它會成為什麼樣貌 所以我覺得會比較花多一點的時間在未來 好的 好 那我先講喔 就是其實在阿苗來之前 我已經把阿苗說的直播 還有沈柏洋的直播 我連黃國昌的直播 瓜傑的影片我全部都看完 哇那你真的做很多功課 這全部看完真的是了不起的事情 我連今天黃國昌在立法院 照著他的臉的那個直播位 你也都看了 哇太厲害了 做了超充足功課 對 但也因為兩邊都看了 所以我大概可以知道現在雙方 一來一往的真景點在哪裡 我覺得第一個真景點我想是針對黑箱這兩個字 我想要先直接了樣的問阿苗 就是如果以現在藍白在通過這個立法院直權行使法 就立法程序或法律層面來講 我們知道他當然用了一個修正動議 他玩出一個全新的花樣 沒錯 可是他真的有違反任何的法律或者是程序嗎 還是他只是道德層面說不過去 目前看到有違反意識規則的 其實都是小瑕疵啦 坦白說比如說 當天5月17號其實表定開會時間到6點 但是因為他們火車要直接過站不停衝嘛 要衝到12點 所以呢下午5點多就有一個 延長開會時間的案子 那這個案子在投票的時候非常有趣喔 就是在場只有108人 可是卻投出了110票 因為他是用舉手不是用按燈的對不對 對對對 贊成反對加起來110票 就多了兩票幽靈做票 那可是當時還是照通過了這個延長開會時間的決議 所以這裡又衍生一個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你覺得 票數比在場人數多 這個表決還有效嗎 那如果這表決是無效 那會議到6點就結束了 後面7點才開始表的那些條文 怎麼樣處理 當然他們會說這只是個程序小瑕疵啦 在場國民黨人數就是比較多嘛 本來就不可能 這個表決不過ok fine 那另外還有一個程序上的小瑕疵喔 就是在院會二讀 二讀會的時候要宣讀條文嘛 那其實宣讀條文應該是要並原條文一起宣讀 可是他們只宣讀了這個修正動議條文 沒有並原條文一起宣讀 這也是違反意識規則的 不過我必須平心而論這也是個小瑕疵 所以如果你硬要說它超級不合法 那抱歉我也不認為是這樣 但是不合法就只剩下道德問題嗎 我也不認為是這樣 因為我們經常講求的程序正義 它的要素當中好像不是只要符合意識規則就要有程序正義 我舉一個例子 10年前2014年張慶忠 躲起來用30秒宣布服貌協議在委員會審查完俊 然後要直接的讓他來生效 這樣子的過程其實嚴格說來 也沒有違反什麼會議規則 就是個小瑕疵 那可是當時大家都非常的憤怒啊 那認為說這有黑箱 那因為為什麼它明明就符合意識規則啊 怎麼會黑箱 因為他欠缺了實質審查的過程 他就是所有事情 每一動他都有做 但每一動都是走過場 那所以在10年前的太陽花運動當中 我們看到很清楚了 我們的國會裡面 我們要求程序正義 不只包括意識規則嘛 如果只要談意識規則的話 那我想 黃國昌還是錯怪的張慶忠 2014年的時候 人家那個時候也沒有違反什麼很大條的意識規則啊 但是回過頭來 實質審查的程序 有沒有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讓不同的意見都有表達的機會 有沒有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把條文清清楚楚的正反意見都辯論過一次 我想這個是程序正義 尤其是立法的程序正義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 如果欠缺這個 我想這不是只有道德問題而已 而是在程序正義上面 這部法律的誕生 它本身就是程序正義有虧的 ok 說到程序正義 我在從517開始到今天521 我看到有人開始在提 所謂的程序上違憲 那講到違憲 感覺它就會是一個很 很難去真正 申請事件或執行的一個步驟 那我想要先問 光就藍白這一次運用這一個 沒有尊重少數的推斷法案的過程 它到底有沒有程序上違憲 然後以及不知道說接下來民進黨 我知道你不代表民進黨 但是有沒有聽到 他們可能會用視線的方式來反駁 我想我們先講結論 按照過去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 以及不受理案件的決議來看 大法官對於立法院立法的程序 其實是看待它是看待得非常寬鬆的 也就是說大法官不會輕易介入立法院的程序 因為大法官認為立法院的立法程序 應該尊重立法院自己本身 所以除非是那種有很明顯 如同磕在額頭上一樣明顯的重大瑕疵 比如說明明是反對票比較多 可是呢卻直接顛倒變成贊成票比較多 這是很大的瑕疵 大法官才會出手 否則的話光就程序 不討論法條內容實質有沒有問題 只討論程序有沒有問題 那大法官出手管這件事的機率不高 OK所以可以想見就是說 我們現在從517到現在521看到的 這個法案的程序是 還有可能繼續使用的 因為它被 它如果這套可以 它會複製在以後每一個法案上都是OK的 大家要想想看 還有更多重大的法案 往後都要用這種方式決定的話 這符不符合你想要的國會 好 關於到未來有沒有 現在的執政黨有沒有反制的 任何的措施我們等一下討論 那在程序的部分我還有一點 我實在是看不明白 就到底花東三案它到底是 在517有沒有要審跟521 因為我看到黃國昌他講的是 本來就不會審 而且其實也有寫在議事紀錄裡面 那不過那個看起來好像是他講完就走 所以到底這個不會審 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要怎麼看待 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簡短的談這個問題啦 首先第一個 立法院開會的議程 在5月14號的時候 大家在立法院官網上現在看得到 有一個517院會討論四項簡版 裡面第七第八項就是列了 傅昆琦的交通建設其中兩法 那後來他們說政黨協商之後已經有講好 不會再講了 我跟郭文報告 5月17號的時候有新出來一版變更議程 怎麼說出的 5月17號 沒有 現在在講5月17號的時候 關於到幾點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對 那個變更議程實際上是幾點出的 這個他官網上沒寫 但是在517已經變更過議程 已經變更議程的時候 傅昆琦那兩項還是在議程上 這是立法院官網的資訊喔 不管是514的還是517變更版 都有傅昆琦的那兩個法案 那現在很多人在講說 沒有啊沒有啊 這個國昌老師已經提案了啊 說不會要只審前三案 我跟大家講 我現在這裡也給敏迪看 OK 我有這個黃國昌 我等一下傳給你 好 OK 他的提案喔 他的提案呢 我一字不漏念給大家聽 延長開會時間 案由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 針對第十一屆第一會期 第十四次會議 括號5月17日 括號之會議時間 你請延長討論制 討論事項第三案審議完畢再休息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相信喔 只需要具備很簡單的閱讀能力就知道了 這個提案的意思是說 我至少要討論完第三案才可以休息 不是我討論到第三案就休息 對吧 因為我說我要延長喔 到討論事項第三案審完才休息 再行休息才休息嘛 所以如果他這個提案 大家同意這樣 那第三案就是他現在的這整個國會法案嘛 花東案在第七案跟第八案嘛 那他說好那我們第三案討論完了 有一定要休息嗎 其實沒有 因為他是至少要討論到第三案才能休息的意思 就是他要把會議時間延長到第三案討論完 延長到國會法案討論完 但是他沒有說第三案審完立刻休息 而且休息不是散會喔 休息只是中間一個break 這兩天大家看多了 休息之後回來繼續開會 所以議程上的第七案跟第八案一直是沒有拿掉 那有人說政黨協商的時候 韓院長黃國昌他們都說今天不審 柯建民說今天不審 可是大家要注意 在那次的政黨協商當中 過程當中大家講 可是最終並沒有簽下政黨協商結論 OK 在立法院裡面呢 真正有效力的那張紙啊 政黨協商裡面 是要寫一條條說政黨協商結論 寫說今天我們討論什麼 一定都要寫出一個這樣聲明就對了 每個黨團的三長都要劃壓 這張才成立 可是關於是不是不討論花東案 並沒有出現黨團三個黨的黨團三長都劃壓這張紙喔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一直在議程上 並沒有正式被拿下來的原因 OK 就是因為沒有政黨協商結論去變更議程 那所以我覺得一些人一直在拿什麼 在政黨協商當中有人講過拿幾句話 然後還有黃國昌的那個提議 來解釋說絕對不可能審到花東案啦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誤解議事規則啦 OK好 講到剛剛政黨協商這三個字喔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已經開始有許多關於521的新聞出來了 那我看到了有相關的新聞在講 民進黨在今天5月21號的時候 曾經韓國瑜院長有要邀請民進黨 進到會議室進行協商 但民進黨拒絕進到會議室協商 我不知道就是就一般的民眾來看 是民進黨單純在杯葛嗎 他們不進會議室協商的原因是什麼 我今天沒有注意到說 他拒絕進入到會議室協商的細節 不過協商這件事情喔 他的本質就是我們可以討論嘛 但是如果今天所有事情的結局都已經定了 我沒有要跟你討論任何事情 我只是要叫你來聽我的話 那麼像這樣的協商我想也許有人選擇還是會去 但是也許有人就選擇乾脆不去了 OK 那今天這所有東西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幾乎沒有任何去變動的空間 這其實也是因為今天黃國昌他一直在議會裡面是有直播的 那我也看到了例如在講第三十之一條的時候 三十之一條法案是什麼樣不重要 但是就開始輪到了民進黨的委員 可以上台發表三分鐘的意見 那當時民進黨的委員 我記得應該是洪生漢上台的 他就在講的是 並沒有針對三十之一條的內容做任何的表示 而是在講現在青島東路季節都好人 然後大家現在台灣民眾對於國眾兩黨的這個做法 不滿意什麼的 當然這就會讓國眾兩黨就說 那你民進黨我給你三分鐘的時間 但你卻不對法條有任何的表示 這個看在民眾面前我也覺得困惑是 到底這三分鐘民進黨不運用 是因為已經沒有任何的改善的空間了 還是怎麼樣的 我想知道大家會不會更困惑 就是為什麼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委員都不出來發表 他們為什麼贊成這些法條的意見 喔 你去看這審查說 院會審查的過程當中喔 提案這些案子的人 都沒有站出來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要訂這些法 你如果去看會議紀錄 你會發現 每一條都是有一個人發言反對 沒有贊成的聲音 然後這一條通過了 OK 為什麼不用出來說你贊成 因為結局已定啊 嗯 不需要強調我為什麼要推這個法 大家今天 你去看黃國昌一整天的直播 我跟你講 沒什麼好看的 劇情已經知道了 嗯 這是結局已定啊 所以你要說啊民進黨的委員出來 你覺得都是廢話 講的都不好 都沒有講到你要聽的 那說實在的 他們本來就不會去講國民黨要聽的啊 嗯 他們就算粗言反對啊 反對你這一條哪裡寫的不好 哪裡太粗糙哪裡有問題 所以你們就會修改條文嗎 嗯 所以你們就會提出 再修正動議的 再修正去修改這條文嗎 很顯然不會啊 因為這些對條文本身 逐一細緻的去討論他哪裡對哪裡不對 要如何修改的事情 應該要在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發生的 嗯 這叫委員會中心主義 可是在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 所發生的狀況是 逐條討論應該要發生 大家期待的細緻討論的時間的時候 只要民進黨委員舉手說有意見 國民黨的趙偉就直接宣布 本條要保留 結束討論 明明應該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發生的事 現在搬到院會來 那請問 有多少人有發言機會 每一條就一個人 三分鐘 對 然後講完立刻表決 嗯 你沒有看到任何贊成這法條的人出來講 你就知道 今天這法條就是一定要過了 一定會過了 所以我覺得 當然你可以怪民進黨上來講的人 沒有講到你要聽的話 不過事實上 就算他講得再重聽 今天表決的結果還是不會變 所以 當然如果是我 你說我會不會講不一樣 我可能會講不一樣 但是 立法委員每一個人獨立行使他的職權 那 做一個公民啊 其實我在乎的是 修出來的法律長什麼樣子 民進黨的委員 你覺得他辯論技巧不好 那個是你對他個人的評價 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法律 要被修成什麼樣子了 這個責任其實應該是 多數黨要負的 就像過去八年 如果有什麼法條你不滿意 這個責任一定是民進黨負嘛 因為它是多數黨 那今天這些法條 有哪裡不好的地方 一定是多數的國眾聯盟 要負這個責任 好 關於程序的部分 我想差不多問到這邊 接下來因為已經 現在想必已經到了第五十幾條了 之類的 都通過五十幾條 我們就針對今天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來討論 首先第一個是 二十五條已經過了嘛 那當時二十五條是大家 最為爭議的其中一條 是 沒錯 好 那這條是在講官員或公務員被指控虛假陳述 還有反質詢 對 反質詢 還有拒絕提供資料 對 沒錯 這條已經過了 接下來大家會很好奇的是 因為我們照理來講 應該還有個監察院吧 然後如果它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它是進入到了司法程序還是怎麼樣 如果真的有立法委員 針對政府官員進行這樣一個指控的時候 它的後續法律程序怎麼走 我問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 大家在思考的是它到底容不容易被定罪 因為如果真的很容易被定罪 那它就會有寒蟬效應 如果它不容易被定罪 但是很容易叫你跑法院 會不會有寒蟬效應 也有 也有 的確是 好 那我們來看看會不會很容易叫你跑法院 好 OK 在這一條裡面 我們先看 它把哪些行為定義為違法 比如說它說反質詢違法 反質詢我舉幾個經典的案例 比如說柯文哲過去在台北市議會裡面 他曾經被減蘇培議員質詢 當時減蘇培議員拿出一段大巨蛋會議的錄音 就問說有沒有人在喬蛋 然後柯文哲非常生氣 他就直接拍桌 他說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這錄音檔誰給你的 我台北市政府是這樣給你確定的嗎 太像了 你是看這段影片看多少遍 也太像了 我長期監督它了解它 我了解它 請問這是不是反質詢 是不是這個法條定義反質詢 其實不知道 因為這個法條並沒有定義什麼叫反質詢 它沒有細則或者是被 它在立法理由裡面完全沒有寫到 你說反質詢是什麼意思 接下來另外一個 侯友宜 他之前被民眾黨的 新北市議員質詢的時候 他也跟這個議員講說 你講啊你講啊你比較厲害 你說啊你說啊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這是不是反質詢 這是不是反質詢 那還有一種情況 官員被問問題 然後立委就說 問了一堆 然後官員其實聽不太懂 因為立委也有可能講錯 他不太了解他問的意思是什麼 他就說不好意思委員 我沒有聽懂你的問題 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這是不是反質詢 就是我們做民態 我們當然都很厭惡反質詢 厭惡反質詢 浪費我們的質詢時間 但是當你要把這個 連結到有罰則的時候 你必須定義它 因為它有罰則了 你必須定義它 但是沒有定義 接下來另外一個 這個法條還有什麼呢 拒絕提供資料 而且這拒絕提供資料很厲害 他說啊 為了避免國防外交明顯利己的危害 或者是依法應保密的事項 還要再經過主席同意 才可以拒絕答覆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敏迪你當主席 我是立委 我問國防部長 部長 潛艦國照 我要監督你的預算 有沒有好好用 你們好好做潛艦 所以我請你把紅區的機密資料 提供給本席作為問證使用 部長就說報告委員 這個是絕對機密 還沒有解密不能提供 然後我就說主席 請財事要不要提供 這個時候呢 你就突然大權急於一聲 你當下如果說請部長提供 他就必須提供這個資料 他就有義務喔 所以國家機密保護法 還有所有的國家機密的解密 全力變成一個 就是立法院個別會議的主席 可是這就是我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你剛剛說有個國家機密保護法 對 現在推動的這一個 第25條 他跟其他的國家的法律 難道沒有衝突嗎 或是誰高於誰呢 非常有可能有衝突 因為你看到這第25條全文裡面 他並沒有制定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以拒絕提供資料 他並沒有除外條款 有衝突的話 那接下來會怎麼辦 有衝突的話 所有的風險 都有這官員本人一人承擔 蛤 因為在這一條裡面 你說你拒絕提供資料 主席叫你給 你還是不給對不對 來他的程序就是說 主席或諮詢委員可以要求 只要出席委員5人以上複議 然後立法院院會決議 就可以最高罰20萬 所以如果我今天剛剛那個例子 我是國防部長 堅決不提供 那麼國民黨 國防的趙薇馬文軍就可以說 我建議把部長送院會處罰還 然後在院會裡面 只要多數表決 就可以把這個官員最高罰20萬 所以所有的風險 就落入這一個官員 他自己當下的判斷 跟他自己身上要承擔這風險了 所以對於官員來講 他會不會覺得好啊 既然你們法律都這樣定 那立法院叫我把密件提供出去 我就只能提供啦 就他就違反了另外一個國家機密保護法 不會 因為國家機密保護法是另外一個法律 但是他可以說我是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提供的 所以我們國家機密的整個的制度 在這一條就被扭曲成為 扭曲喔被扭曲成為 單一個別立法委員質詢 再加上當下的會議主席要求 他很有可能就會被解密了 你說你是官員 你要說我要冒著被送院會罰20萬的風險嗎 而且這個罰20萬之後啊 他還可以連續處罰 如果你再不給連續罰 沒有限制次數是連續罰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說你對於你被處罰不服對不對 你要去行政法院告立法院 喔 OK 你必須自己去行政法院告立法院 但這個 好假設今天那個國防部部長 他就是不給 好然後送院會處理 處罰了 是他會進入到司法程序還是監察程序嗎 這個部長啊 他如果他不服 他要自己跑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告立法院 如果說今天這個官員他服務的地方 比如說是在高雄好了 他要上台北來告立法院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立法院裡面喔 還可以院會決議把這個官員送彈劾或懲戒 如果你是個官員 對你來講當這條出來之後 最合理的選項都是好啊 既然立院叫我這樣我就這樣 可是你要去想 這是不是我們國家的國家機密的防護的體系 就因為這一條整個失去平衡 欸 這要提供的東西很多欸 比如說被質詢人 被問到 好法務部長有個立委問你 請問 假設有個立委 他家裡有詐騙集團被偵辦了 他可以針對這個直接去詢問 請問你那個詐騙案 我大姑的詐騙案你辦得怎樣 法務部長按照這個條文裡面不能拒絕回答 因為這非屬國防外交的機密事項啊 WOW OK 範圍其實很廣 他可以怎麼運用就怎麼運用 羅明財可不可以問他家族親人相關涉及的案件 可以啊 所有的立委變成一個很大的權限是 他除了是立法委員 他同時啊 還好像是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欸 他可以直接去問每個個案辦的過程嘛 因為法條是這樣寫的啊 所以我說這個法律最大的問題 他可以出操 出操 那你應該在委員會把它細緻處理嘛 但是你沒有處理嘛 那現在你火車就過戰不停 一直過去的時候 未來一定會衍生很多問題的啦 大家其實在25條的時候 在517最大的爭議就是 不知道是哪一版本 所以可能有包含到的是一般的民眾 那後來現在521過的是沒有一般民眾的 可是呢我們剛剛在錄音前已經過的是另外一條是第47條 它是關於到聽證調查 我不知道他最後過哪本版本 我最近看到的是說 欸你講的是最大問題 連媒體都不知道最後過哪個版本 欸真的欸應該是你那個版本吧 欸這個是黃國昌最高機密版 所以理論上是這一版沒錯 他寫說受要求調閱文件之機關 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 那據我今天又在看到其他的媒體傳閱的是 還加上了部隊 我手上的這個黃國昌在5月16號訂稿 5月17號才提出的最高機密版 這個文字我寫給大家聽齁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權 得要求政府機關、部隊、法人、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於5日內提供相關文件檔案及資料 這是47條的前段 那這個47條前段它是包山包海 除了一般的政府官員包括部隊 這個是在原來民眾黨的版本裡面沒有出現 對我最近這份沒有 對原來民眾黨版本裡面沒有 但是後來在訂稿版出現了 不知道是誰叫黃國昌加進去 法人就是一般民間企業公司行號 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就是你和我 對我覺得法律可以這樣列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嗎 這就是包山包海啊 為什麼有人會批評說這是國會擴權 因為他真的是包山包海 我舉個例子 今天如果說他要調查媒體 有媒體寫出了調查報道 裡面揭發了某個立委涉及的弊案 嗯 那麼這個立委或者是他的同黨的同志 可以成立說 欸這個弊案很嚴重 我們成立一個調查小組來調查 但是他調查小組來調查的時候 他可以傳喚這位媒體人嗎 因為他是有關係的人 對 然後問他說請問誰是你的吹哨者 可是他這樣子 因為他是聽證調查 所以他並不是用我們剛剛說到的25條是做虛假陳述或是反應 這個47條裡面齁就是要給資料嘛對不對 如果你不給的話它的罰則在第48條 第48條齁齁齁某流像 第48條第二項 法人人民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的人員 拒絕拖延或不提供資料 可以經過立法院院會的決議 就是多數黨的決議啦齁齁齁 儲最高10萬元以下的罰還 而且可以連續處罰 所以如果一個媒體不提供他的揭幣者的資料 用很厲害 國眾聯盟可以通過一直罰 一直罰 一直罰 罰到你把這個吹哨者交出來給他為職 我們剛剛在聽到這個法案 其實剛剛講到是媒體好了 就是當然影響新聞自由 尤其是我可能我本人就會受到影響 你沒有拒絕的權利喔 對 另外 其實大家有點擔心的是企業 尤其是可能 台積電啊 那些的嘛 對 企業這個部分 我必須要講就是 其實像我們前陣子 我也在寫的另一個新聞 在美國的新聞 是 TikTok 沒錯 他受到美國國會 叫他去做一個諮詢嘛 諮詢答覆 他在美國的國會現場也不可能虛假陳述 對 美國有類似像這樣的法律 所以表示說這種所謂的聽證調查 人民或任何的法人有義務的來配合政府做調查 他是可以存在於民主政府的 民主國家的 我先講一件事情喔 美國他開的叫聽證會 嗯 因為為什麼美國會有聽證會這個制度 因為美國的官員不需要到美國國會去備訓 美國沒有質詢這件事情 嗯 美國的國會議員要問話 不管是問官員還是問百姓 就是要開聽證會 那開聽證的時候他的程序喔 跟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個立法院執政行司法 47條的調查小組是不一樣的 調查小組跟聽證會是兩回事 這個調查小組的程序啊非常簡單 只要院會說成立調查小組就成立了 他們有任何的關於這個聽證會的成員的任何行為規範 他們有去規範說這個聽證會的成員如果拿到了什麼樣機密的資料之後可不可以再拿出去 我們上禮拜不是才剛募集到我們國會有立法委員 把立法院的密件貼在他自己的臉書上嗎 那都是已經告訴你說是密件了還是會發生這樣任意外泄的情況 那更何況在毫無規範之下 比如說今天立法院可不可以成立說我要調查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會不會危害到我們國家安全 可以調查吧這題目很正當 好我成立了這個調查小組之後 我要求台積電提供三奈米的製程啊 我可以要求啊 不寵的話我罰你啊 當然你說台積電不會在乎這個錢是沒錯啦 但是一般的小公司你的營業秘密是否可以拒絕提供立法院 在這個條文裡面整部裡面他沒有說 營業秘密是不是調查小組可以強制要求提供的範圍 他沒有處理這一塊 所以台灣的所有的企業主你要當心啊 因為說如果你的競爭對手要了解你的營業秘密 他大可以透過立法院要求你提供你的營業秘密啊 所以我剛剛聽下來是台灣跟美國的聽證會差異 是在於台灣的這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他是有強制性但拼證會沒有辦法強制要求 企業提供資料嗎 美國當然你如果收到聽證會的傳票你要出席 但是這個調查小組台灣版的並沒有所謂傳票 調查小組沒有所謂提供資料傳票 你知道我們如果說是檢察官偵查犯罪要到你家搜索 他是不是要申請一張搜索票 不然他是違法搜索 這個調查小組不需要申請搜索票 他就可以叫你交資料喔 如果是檢察官他還要去拜託法官說 我有很多證據證明這個人可能涉嫌犯罪 請法官發一張搜索票給我 現在立法委員跟檢察官 比檢察官好 因為他不需要去跟法官說我要搜索票 他就直接可以要求 那美國的聽證會要發那張傳票之前 是有程序的 你要傳喚誰 他是有一個程序在獻縮這個國會 不要太自意 你要叫誰來拷問就叫誰來拷問 所以今天也不是說哪一個人說 我要叫周壽之來 他馬上就來 好再來看 周壽之在TikTok的聽證會當中 不知道已經說了多少謊被拆穿對吧 那到目前為止他有被美國發任何錢嗎 並沒有啊 但是我們的這個裡面 他是課於了一般百姓 你問他什麼問題 你不能隱匿不能不回答 你一定要完全的老實回答 因為他沒有告訴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有權利拒絕 調查小組要求你提供資料 一個好的 表示國會罪或聽證權法 到底應該要長什麼樣 不是長現在這樣嗎 他必須要有一個橫平的機制 橫平 在憲法上我們經常講三權分立 就是我們希望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就像三支力量軍等的哥吉拉 所以他們就會 誰也不讓誰 誰也打不贏誰 所以我們國家人民 就不會受到這三支哥吉拉的侵害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 當你要創設一個新制度 賦予某個權力更大的權力的時候 你就要創設一個對等的新制度去限制 去抗衡這個權力 才不會偏掉 OK 比如說我今天講說 總統有沒有行政權 有啊 好 那這個行政權 我創設一個叫行政調查權好不好 總統跟國安會 可以要求法人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人員提供資料 要調閱 對啊 總統本來就有行政權 行政調查權可不可以 那你如果賦予總統這個權力 你一定會想說 我要監督他 我要制衡他 不能讓他濫用 可是今天這一個最高機密訂稿版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了他給國會更大的權力 可是卻看不到他們在哪裡設計了 防止這個權力被濫用的機制 這個不是國會改革喔 因為所謂的改革應該是這樣 我們是國會 然後人民不信任我們 我們要把我們自己改好一點 所以應該是 要把我們自己約束 這叫國會改革嗎 可是 現在 打著國會改革大旗在做的是 我是國會 我要有更大的權力 我就是要有更大的權力 而且我不設計任何 可以制約制衡我的機制 那這個是改革嗎 改革的意思是養肥自己嗎 我覺得這個是 在這裡面最欠缺討論的一塊 就是 菜刀可以拿來做菜也可以拿來殺人喔 那你現在是給他一把菜刀 他宣稱他會去當廚師 但是真的嗎 如果今天他拿著這把刀為所欲為的時候 誰制衡他 他在這部法案裡面目前是看不到的 OK 好 剛剛講到國會改革 其實 這也是 這四個字 也是 現在 雙方相持不下 尤其是 許多的支持者 藍白的支持者會在下面留言說 我們現在其實在顧民進黨 十幾年前也想過的法案 那我回去找 我真的有回去找 這一次尤其是會想要把 國會的 立法院的權力 擴大一點 那 2015年的時候 蔡英文就有推動所謂的 國會改革 其中有一條我蠻要求 它是說 要廢除監察院落實單一國會 好 我其實 不太理解 2015年那時候 我還太年輕 那時候 蔡英文推的這個法案是什麼樣子的 一個想法 跟 我覺得 這一題想要來請來 幫我們解釋一下 到底 以前20152016的民進黨 跟現在的國 國中兩黨 想推的國會改革 到底差距在哪裡 18世紀 這個洛克跟孟德斯鳩 這些啟蒙的思想家 他們 弄出了所謂 現代的民主政府的雛形 又三選分立 行政立法跟司法 那這個三權分立的模型 包括英國 包括整個歐洲 甚至包括美國 都是採用這樣三權分立的 那行政權 大家知道 行政權內容就是去執行 這個立法權 國會可以立法 也可以調查 那司法權呢 就是公正的審判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這是三權分立的基本模型 那麼後來呢 就有一位孫文 對 他獨具創建 他覺得 立法權裡面 又立法 又調查 這個太多了 所以他把立法權 一分為二 分為立法跟監察 分為二 然後他又覺得 行政權 既可以執行 又可以用人 太多了 所以他就把行政權分出來 變成行政院跟考試院 OK 那過去呢 2015年 當時 這個是 蔡英文 還沒當上總統 再加上 民進黨也還沒 國會多數的時候 他們長期的主張 其實是他認為說 我們的憲政應該要回歸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 就是把監察院的調查權 再還給立法院 然後呢 把考試院的考試 再併到行政院裡面 變成三權分立比較單純 那可是後來就沒推了 你知道沒推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 根本不可能過 因為這要修憲 這要修憲 OK 那我們大家也知道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不久前 才曾經投過18歲公民權 當時呢 國內四個主要政黨都說 我支持 有共識的 有共識 結果還是沒過 那所以更不用說 關於廢考簽 那是 修憲 至少到錄音的此時此刻 都看不到曙光 因為國民黨已經很明確 表示過多次他們的反對廢考簽 因為這會動到他們的 無權憲法的審主牌 這邊我要問一下 因為其實感覺得出來 這次國中在推這個法案的時候 其實他又像是 想要繞過秀憲廢考簽 來達到所謂的單一國會 那這個跟蔡英文要的單一國會 是不一樣的嗎 喔沒有喔 監委也沒有這麼大的權力啊 來我們剛剛講 回到47條 他有個但書嘛 就是要叫這個政府啊 部隊啊 一般百姓企業提供資料 47條本來有個但書 就是 但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 經過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 先調取的時候 應序民理由並提供副本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是說 如果我要的資料啊 已經被檢察官在偵查中的案件了 或是監察院已經在查了 我不管 你還是要給我 是這個意思 搶過來了 對 那這個條款有什麼問題 這個條款的問題是在 44585號有講得很清楚 這個權力分立 每一個權力有界限 你不能去侵害別的權利 你不能去撈過界 比如說你是行政院 你不能去侵害立法權 立法權不能去侵害司法權 就是每個權力都不能相互撈過界 所以44585號他有講 偵查中的案件 或是監察院正在調查的案件 不在立法院調取資料的範圍之內 這是44585號民國90年代 就已經講過的事情 所以在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現在的版本 修法前的版本 他有講說 有一個 如有正當理由 無法提供副本者 應提出已被其他機關調取的證明 OK 就如果檢察官已經來了 OK 那你就說我不能提供給你 但是我必須提供個檢察官已經來調閱的證明給你 現在這個最高機密要通過的定稿版 他把這個有正當理由可以拒絕的條款刪掉了 意思就是無論如何你就是要給啦 嗯 那請問 這難道不是抵觸44585號嗎 你可以繞過修憲的程序 直接去變更憲法嗎 那這不是獨裁是什麼 嗯 欸 欸 就算 再想廢考間 也要走修憲的程序吧 嗯 除非你要自憲囉 除非你要自信憲喔 更難的 嗯 那如果你不自憲 你也不走修憲程序 那大法官的解釋 難道是你立法院直接立法就可以把它推翻了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國啊 以後啊 就沒有五權分立了 以後就是一權獨大 就是立法權獨大囉 OK 好 講到 違憲這件事情 接下來還有一條 我不確認他哪一天要去審欸 就是關於到 要求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刑報告 且最重要的爭議在於 立委可以疾問疾答 這一點 大家都在講是 應該不會講大家 有疑慮 對 憲法疑慮 可能是違憲的 那他違憲在哪裡 然後違不違憲是 誰說了算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嘛 權力分立與制衡嘛 對 所以 總統是人民直選的 所以總統是對人民直接負責 而立法院 他其實是人民直選的 所以立法院對人民直接負責 那行政院是總統任命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去選取他的內閣 然後行政院跟誰負責 行政院呢是呈總統之命他任命的 行政院要接受立法院的監督 對立法院來負責 這是我們憲政的架構 現況 對 所以行政院長必須要去立法院被質詢啊 而且一定要疾問疾答 一定要接受立法院全方位的檢視啊 這個是必然 可是總統在憲政上並不是對立法院負責喔 總統在憲政上跟立法院是各自獨立行使之權 可是其實有人說總統是有權無責 這個問題怎麼辦 你可以這樣講啊 但是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要修憲啊 又要回到修憲的問題 你是這樣的話要修憲啊 因為如果說是內閣治國家 總理本身就是國會議員 對沒錯 所以他們在國會裡面不是質詢喔 內閣治國家不是要質詢 是辯論 所以也沒有什麼不能反質詢啊 因為辯論就是兩邊互嗆 OK 內閣治國家是這樣 總統治國家美國 美國沒有總統被質詢這件事情啊 甚至官員都不用被質詢 因為他們是總統制 行政立法各做各的 立法你有本事 按照程序開聽政會 叫我去問話 可是也沒有叫總統去 去那邊被質詢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是屬於類雙手掌制啦 類雙手掌制 有點這個屬於台灣獨有特色 對 可是台灣獨有特色裡面 像法國雙手掌制 馬克宏有沒有去法國 被法國的國會議員 急問急答 也沒有啊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總統要跑到國會去 給人家急問急答的 現在要創設這樣一個新的制度嗎 這當然會有憲政上的疑慮 因為總統和立法院 本是獨立各自行使職權 為什麼現在一下子說改成急問急答 那以後是不是立法院的院長成為我們實質上的國家元首 他們可能會覺得我只要你答而已 我沒有要控制你 他們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這也不見得是控制的問題啦 而是在於說 今天總統跟立法院之間 他並不是一個 責任歸屬的分配嗎 他並不是一個所謂的 我有權利要求你 要按照我的意思做 的這樣的一個關係嘛 對 那立法院監督的職權 你監督行政院長 質詢行政院長 那行政院長你如果不滿意 你可以把它倒閣 你可以把它倒閣 在立法院有沒有可以制衡總統的手段 可以啊 立法院你對總統不滿意 你可以提總統的罷免案喔 是有這樣的工具的喔 可是變道說 總統要去被急問急答 這個是創齁 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的先例啦 你會好像把它變成是說 總統跟行政院長並無二支 總統跟行政院長一樣呢 那如果總統跟行政院長一樣呢 那我們的憲政制度 不就是產生了一個扭曲變形嗎 未經修憲程序而讓憲政制度 產生扭曲變形 這是否是大家接受的事情 我講 要相信制度的同時 不是盲目相信制度 你要知道今天這個制度 它的運作的機制在哪裡 那你如果認同這個制度的話 你應該是要去遵守這個制度 所設定的遊戲規則 那如果你不認同它 你就按照正當法律程序改掉它 那麼修憲的正當法律程序是什麼 絕對不是在立法院裡面舉手表決 絕對不是透過委員制 甚至不透過委員制就出來 修憲是要經過公民覆決的 公民投票的 OK 反正這一題 基本上後續如果真的是 國中兩黨要推法案的話 應該還是會有關於釋憲的一個程序 應該還是要蠻久的 立法院的少數黨可以提出釋憲 對 如果他們要的話 那我想針對到目前為止 坊間一開始傳的有爭議的法案 我們就討論到這邊 那我想看得出來 現在這個狀態是 我們已經可以遇見國中兩黨 他們已經可以運用相同的策略 複製貼上在接下來這四年 好 這是一台就如同你說的 已經是個擋不住的火車了 是 是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如何去想像 賴清德這四年的執政的狀態 會一直都這麼的衝撞跟撕裂嗎 我覺得可以預期一件事情 就是未來四年憲政爭議會變多 因為在所謂嘲笑野大 就是總統跟國會多數不同黨的狀況之下 那總統他會覺得他還是想要做 他想做的事嘛 可是國會呢 就一定會說不行 我要做跟你反方向的事 因為你是兩個不同政黨 他就要跟你反方向 所以兩邊就會產生很多的 對立跟矛盾 那有這個對立跟矛盾的時候 雙方可能都會想要用 憲法上賦予他的工具 去制衡對方 就是這兩隻哥吉拉就開始打 嗯 OK 那所以未來的憲政爭議會變多 這跟過去八年的風貌是不一樣 過去八年大家看到了 所有立法院的爭議 其實是針對這些 比如說你的政策是什麼 你的住屋政策 住房政策是什麼 你的交通建設 到底要不要前瞻基礎建設 你的勞基法要怎麼修 這些等等 可是他都不牵涉到真的 憲政體制上是否失去平衡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有這樣子 今天這個所謂國會法案的潛力 未來有憲政爭議的事情 肯定會越來越多 比如說復婚期那三項交通法案 那三項交通法案的憲政爭議就是 本來編預算是行政院的職權 我如果要做這個工程是由行政院編預算 由立法院來審議 所以我們憲政制度上有一個規定是 立法委員不可以增加預算 你只能刪減支出 你不能增加支出 那立法委員可不可以立一步法要求 我就是要有這些支出 我就是要蓋這個鐵路 我就是要有這個支出 而且在所有的行政權 所有的可行性評估等等 都還沒出來之前 他就立一步法要求你說 我十年內要這個蓋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未來行政院是不是變成立法院的行政處 就是立法院說我要蓋什麼就蓋什麼 然後行政院幫忙執行 對立法院的行政處 那這個是一個憲政爭議 他不單純只是說我要不要環島高鐵的問題 而是誰決定 誰可以決定蓋環島高鐵 誰可以決定預算要怎麼編 到底是行政院先編 立法院看哪裡不對去砍 還是立法院自己就可以編呢 這種憲政爭議往後肯定會層出不窮 所以對於賴清德總統來講 我就要很大一個挑戰是說 如何就現有的 憲法賦予總統的憲政工具之下 去維繫這國家的正常運作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現在有任何的答案嗎 我覺得目前我看不到什麼一定有效的方式 因為 你說即便他是總統了 對因為憲政制度的維繫 不是總統個人努力就好 而是有權利的人都要共同來維繫這個憲政 有權利的人是指 比如說 五院 立法院裡面所有的立委 包括院長 監察院裡面的院長跟所有的監委 考試院的院長跟所有的考試委員 還有行政院的院長跟所有的官員 如果大家都有願意 要來維繫我們的憲政制度 正常運作 他才會正常 不然他就會變成這樣 五院之間各懷鬼胎 每個都在想說 我要怎麼撈過界 每個都在想說 我怎麼擴大我的權利 我有什麼方法 我有什麼招可以出 一切都合法 但是我就是要去拿 別人有的權利 那這個憲政亂局會 所以我不是說 現在這個法案通過 立刻導致憲政大爆炸 而是它是一個開端 就是它示範了說 喔原來立法院可以這樣 那其他五院 甚或總統 會不會覺得 好啊既然你先開始這樣 那我們也都開始這樣 那這就會導致 國內的政局的混亂 我個人是很不樂見這樣的狀況 如果 真的是 結論聽起來有點悲傷 就是 國家就會變得亂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個陣營的人 你其實都可以感受到 國家就是變亂了 OK 好那既然你剛說的 有權利者是五院的人 是政府官員 人民呢 我想最後最後這個問題 我們就停在的是 現在很多台灣人很焦慮 我想 不只會是 少數黨的焦慮 我想多數黨 其實可能 他們彼此之間也會焦慮 我就想像到 國民黨 可能內部也會有人覺得 欸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這個比例 有點偏了 有點不平衡了 所以 我們到底現在要怎麼去解決 眼前的這個焦慮感 我覺得人民應該可以用 自己的方式去要求 有權力的人負起責任 誰是有權力的人 過去大家覺得 總統跟行政院 是有權力的人 可是現在 嘲笑也大 國會的多數黨 也是有權力的人 因為你現在看到 國會的權力是這麼大 而且它以後還會再擴大 所以我覺得 人民應該有資格去要求 這些有權力的人士 你要把國家的安定 放在你個人的野心之前 現在的問題就是 立法院裡面的多數黨 一直想要擴張自己的權力 跟影響力 他自己個人的政治野心 當然政治人物一定有政治野心 沒錯 可是你不能夠把國家利益 放在政治野心之後 今天一定要有這個亂局嗎 其實不一定啊 因為你在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 你可以好好的逐條討論啊 我舉個例子 過去勞基法修法的時候 各界意見非常多 你當然可以說 最後照民進黨的版本過 民進黨還是很阿拔 但事實上 民進黨最後過的版本 跟一開始提出來 一例就有版本 中間其實是有經過修改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當時有一個明場面 就是在野黨 國民黨的立委 蔣萬安 他一個人 在會議當中 發言兩個小時 把會議時間整個拖完 因此造成 還要再開一次會來審查 在委員會裡面 當時的民進黨 當然也多數 有些人指責他們很阿拔 可是至少 蔣萬安 他有這個一戰成名的機會 可以一個人 直接連續發言兩個小時 把會議時間拖完 沒有說 多數黨舉手表決說 我們延長開會時間 開到晚上12點 把法案衝出去 也沒有說 蔣萬委員對台灣有意見 是不是好 本條保留 送出委員會 不讓他發表 如果說今天 我們每一個人 都想要把自己的權力 power 用到近 用到turbo 開到最大 去壓縮那個 少數發表意見的空間 那你一定 會遭到反彈 因為不要忘了 國民黨的立委 跟民進黨的立委 各自都是四五百萬票選出來的 嗯 並不是因為你民進黨只有五十一席 所以你得的票是零票喔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背後 都有四五百萬票的社會力量 所以以前民進黨多數的時候 他還是要讓蔣萬安講兩個小時啊 因為他代表的是 國民黨選民的名義嘛 那可是現在 所有的反對意見 都被沒收了發表的空間 那你就會讓這個社會直接 立刻變成一個壓力國 因為你的反對意見沒有出口 那一定會這麼亂嗎 不會啊 你就讓他表達嘛 你就讓他在委員會當中表達嘛 有料沒料一看他知道啊 搞不好他們越獎 人民覺得他們沒料 你的版本就贏啦 你現在這話是在跟多數黨呼籲嗎 對沒錯 那反過來說 院長韓國瑜 你也很多可以做的事好不好 一定急著在五月十七要表決嗎 院長可不可以才是說多協商幾次 或者是院長可不可以透過你的權利 其實院長權力很大耶 大家知道嗎 看得出來 對 如果院長才是休息 韓國瑜去休息 他就是不出來 這個條文過不了 所以 藍白要過這個法案 但是 民進黨不同意見 找不到共識 兩條平行線對不對 韓國瑜其實是可以透過他的這個權力說 你們坐下來 雙方各退一步 找出共識點 不然我就休息 這是以前大家就覺得王金平很會喬 是因為這樣子 包括王金平啊 蘇嘉全由錫坤過去 大多數時候是這樣處理爭議的嘛 那在這過程裡面 我剛剛提到你的問題是 人民可以做什麼 對你剛剛講 我覺得只有選票嗎 可是立委是四年後才選啊 選票的壓力非常大 雖然立委是四年後才選 可是我們可以記憶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讓身邊的人了解這件事情 我這幾天一直在強調 我們現在是在半路上 這不是一個終點 從太陽花走到現在十年了 其實我們在半路上 才半路走好久 對 這不是終點 所以不要覺得說 這是終局之戰 如果一旦過了這個版本 台灣就完了 不 台灣還沒完 你要讓你身邊的人去了解說 現在立法院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社會上大多數的人 現在都在觀望 大家都在想說 這是怎麼回事啊 現在發生什麼事 哪一邊有道理 所以我們好好的去講 好好注意喔 不要去找人家吵架 因為沒有人會因為你凶他 你罵他就認同你的看法 同意 你直播也沒有講這段話 對對對 大多數的人是不可能因為 被你罵了就認同你 我們就好好去講嘛 我們認為這條文有什麼問題 程序有什麼問題去講 這個講為什麼重要 因為喔 有很多國民黨的立委 其實他贏三五千票而已 OK 其實是很拉鋸的 你看喔 國民黨五十二席 民進黨五十一席 民眾黨八席 然後友好國民黨兩席嘛 62比五十一 但是其中有很多席是贏三五千票 可能贏一萬票 那中間的一個擺檔 其實對於這些立委 個別來說都會形成壓力 OK 他們 他可以現在不顧及社會眼光 因為他覺得選舉還有四年嘛 可是如果他發現 大家開始有點在注意他 他到底在幹嘛的時候 他的態度一定會改變啦 真的是會改變啊 是樂觀的 也不是說樂觀的 這是政治學的原理 OK 就跟地心引力 東西一定掉下去是一樣的 政治人物一定在意民眾的觀感 如果他發現有越來越多民眾 在質疑他所作所為的時候 他就會重新開始去思考說 嗯 我現在為了配合一些政黨領袖的野心 不斷的去 自意的去擴張立法權 是要幹嘛 嗯 對我覺得他們會開始思考 我就沒下一屆了 我幹嘛 對所以 用自己會的方式 你可能會講話的 會畫圖的 會做表格的 會拍影片的 會寫歌也很好 會錄Podcast的 對對對對對 這些東西 你就去做嘛 你就表達你的看法 十年前太陽花就是這樣啊 每一個人就做自己會的事情 有人做懶人包 有人去現場發物資 有人提供物資 可能有人指揮交通要幹嘛 大家會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盡量去發揮 啊用一種 相對比較和緩的方式 同意 那我覺得 這會有效果 那不要怕說什麼 啊我沒辦法立刻看到效果 2008年馬英九剛上台的時候 就發生了激烈的群眾抗爭 可是後來那個激烈群眾抗爭 最後沒有成功的動搖到馬英九的方向 但是一直累積到了2014年 嗯 太陽花 它當然就改變了台灣歷史的走向嘛 所以你要有一段時間去累積能量 因為你要讓還不太清楚狀況的人 有時間去了解狀況 我非常同意 其實最後我這邊也echo一下阿苗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場馬拉松 是 這不是我們今天5月21日 大家去青島東路 住個一天兩天 它就會有任何很好的效果 是 大家要 沉得住氣 且要把 要比氣長 那所以 我想最後也是回應一下 就是有很多的聽眾 其實它會私訊我 我說明迪我很焦慮 該怎麼辦喔 台灣要被弄亂了 就做我們該做的 然後記得你現在的焦慮 把現在的焦慮化成 各種你可以的力量 然後我真的非常同意阿苗 我覺得我們兩個做事方向 做事方法是很像的 就是我們希望是以理夫人 嗯 我們也希望都聽對方的回應 而來想 好 你跟我 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用 就像我今天一直拿 對方的爭議 來回應 來問阿苗一樣 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比較有效果的溝通 我非常歡迎 其實這種 直接溝通 你知道我 我星期天的時候 我有發一篇文章 我說節省時間 所有的欄尾 如果說 對這個 有 你不認同我沒關係 我們立刻 我完全接受辯論 我們就來討論 517跟521的 國會法案的過程 是否符合 國會改革的理念嘛 就算你們要62個人 來跟我車輪站也可以 因為我希望要透過 好可怕 不同意見的相互表達 讓大家去知道 全貌 而不是只各聽一半 同意 那 我也認為說 其實 這些討論喔 應該要在 大眾面前 應該 最應該發生的地點 是立法院的司法法治委員會 委員會裡面 對 就是 一堆人在那邊講說 阿你的條文哪裡不好 苗坡牙你講阿 我想說 這不是應該要發生在 當然我很樂意來講 但是更應該講的人 就是 國會立委 就是 藍白的立法委員 你們為什麼在立法院裡面 講不出來 你支持這個法條理喔 嗯嗯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 很荒謬很奇特的現象 好 今天非常謝謝阿苗 然後其實我 還有一些私底下的問題呢 所以我會留在我的會員之內 好的 來偷偷的再問一些阿苗 一些小小小心理的問題喔 那 今天非常感謝阿苗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 密切關注 國會的各項的修法程序了 好掰掰 掰掰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